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YES哥,有问题就找YES哥 欢迎大家来到YESTV,在这里呢,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移民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好,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武汉肺炎的确诊数据,非常的恐怖啊 然后呢,我们再讨论一下一些移民的路径问题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问这个移民的问题 可能大家都预感到这个局势不太好啊 所以我想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未来会出现一个非常火的一个移民广告语 这个别人在问啊,为什么要移民,移民的好处,对吧 那很多可能中介他们就会说这个武汉肺炎期间可以想走就走啊 对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疫情报告 非常的恐怖啊 这是截止到2月12日的晚上7点04分 确诊人数一下子增加了15152人 死亡人数一下子增加了254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还记得我昨天做视频的时候 在北京时间截图的那个数据吗 好,我们如果忘记的话,我们翻看后面的看一看啊 这个是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截图的 是2020年2月12日的上午10点20分的时候 你看啊,他比昨日增加2000多一点啊 死亡人数97人,对吧 大家想起来没有 想起来了吧 这是同一天啊 2月12日的上午10点多钟 然后我们看啊,当时这个新冠肺炎是 中国政府命名是NCP,对吧 你看现在 现在换成了什么 这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词 就把它叫做C-O-V-I-D-19 19就是19年开始的 然后呢,C-O就是Coronavirus C-O-V-I就是Coronavirus 然后D呢就是Disease 这个完全就是按照那个李文亮 当时也不是说上报啊 他自己在跟亲友说的时候的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方式 实际上这个是国际上对李文亮的这样的一种尊重 可惜啊,李文亮已经出世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你看看那个疑似是现在这个截止到2月12号的晚上7点04分的时候 疑似是16067人,对不对 16067人 那我们来回头看这儿 上午的时候,10点一次是16067人 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数字没改 其他三个数字都极大的超出了之前的预期 尤其是这个确诊人数,对吧 当然他死亡人数也加大了这个幅度了 为什么,肯定显然说明他之前的这种数据是隐瞒啊 怎么可能从2月12号当天,你看多少个小时 是从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7点钟才短短的多少个小时啊 大家算一下,9个小时,9个小时就多确诊了 多少人啊,1万多人 这说得过去吗,然后一次一点变化都没有 对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这说明之前的数据都是错的 全是他们自己编造出来的 你看看这种政府,对吧 你现在才知道了吧 我之前还说有朋友这个用一个分布函数 把他这个估计值估出来了 然后呢,估出来的这个,最大值出现在2月14号的45000 哎,结果这回这个官方这个盖不住盖子了啊 你看他现在这个数据 他马上就突破了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这个范围了 对吧 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谎言 太低级了 因为撒谎他需要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配合 对吧 他光搞一个数据 你会盖得住盖子吗 对不对 显然大家都不信了 所以啊,我觉得大家不管怎么样 千万不要相信政府说的这些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去相信 别说什么啊,这个复工了 大家安全的出去吧 或者什么 到时候你感染了 你就是连这个数字都跟不上 啊,就是你连那个数据都算不上 你死了就 就像一个无名史一样 知道吗 就是这么个道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他们为了压制各种曝光信息的人 你看他 他这个蓝宁市啊 这个是 对一个这个这个政府的官员啊 还违反政治纪律进行了通报 那个违反政治官员的是谁呢 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说他散播不实的消息 你想啊,他是搞什么的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呢 他是专门管这个数据的 他就是可能是在亲友群里面跟大家说 哦,这个这个武汉肺炎实际情况非常的严重 大家小心 哎,结果被官方抓住了 说他散播不实的信息 你说是什么意思吗 对吧 他们内部也实行这种高压嘛 对不对 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把这个真实的信息透露出去嘛 你看这种滑稽的事情他也出现了啊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侧面的这一个 这个是重庆市原厄 殡葬葬服务队啊 殡葬服务队啊 大家想明白这个问题了吗 我们之前一直说这个武汉死的人 这个殡仪馆都忙不过来了 烧不过来了 他还说只死了一千人 你说这个可能吗 对不对 你看看这些所有的这些数据都侧面的印证了 政府在不停的撒谎 中共在不停的撒谎 他们就是最大的谎言制造者 知道了吧 不要再傻了傻不拉机的再去相信他们了 连这个殡葬队伍都要支援了 你想想死了多少人 对吧 所以啊 真的不要再去想什么 为什么 他们是不是说了假的 反正只要是他们说的话 都不要相信就对了 用脚投票吧 不过呢 说到用脚投票 你看啊 日本现在 禁止这个中国浙江人入境了 也就是相当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他禁止中国人入境了 当然 目前来说 日本他还比较友善 他只禁止了湖北人和浙江人 总而言之呢 这个疫情的发展 可能不在大家的控制范围 或者是预想范围里面 如果说你真的想走 一定要抓紧时间 或者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什么时候结束 按照这个官方 官方的这种尿性 对吧 我觉得 反正呢 后面很不靠谱 有人说 可能在疫情的后期 或许有一个移民的窗口 但是我觉得大家 现在就应该要 找手做好准备了 就是趁现在 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关闭 能逃出来的 抓紧时间吧 然后呢 这个就涉及到怎么样的移民 怎么样的用脚投票的问题 之前有朋友跟我在群里面交流说 有中介跟他们说 这个马兰西亚 可以拿永居 需要五万人民币 我 我其实 之前的视频里面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 马兰西亚 它有一个第二家园 对吧 你干嘛 一定要通过中介搞这个东西 你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搞到第二家园的 他政府都有官方的文件 你要多少存款达到什么条件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都说了 怎么还去 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就是有一些人呢 就是专门就只听信中介的 这种 对吧 反正你们要 有钱到处都撒也无所谓了 我也不说什么了 就是说 你一定要多了解信息 如果你能多了解信息的话 你可以少花很多壮王钱 对吧 马兰西亚本身就有这种第二家园 这种政府的项目 没有必要说是找中介 拿什么永居 这个实在是 哎 但是呢 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说 他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移民到了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是有一个五万美元 好像存款五万美元 然后呢 他有一个什么相关的项目 可以拿永居的 这个倒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个人觉得啊 厄瓜多尔比这个马兰西亚要好很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考察一下厄瓜多尔 或者说自己去关注一下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也就是说 我觉得不管大家移民到哪 你首先得自己多了解一些信息 不要专门只听中介的 当然了 中介啊 我觉得未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广告词啊 他们估计也知道大家这样的一个移民的心理啊 当然了我不知道哪个未来的移民中介会借用这个广告词啊 他很有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的广告词 武汉肺炎期间想走就走 对吧 实际上这种广告词啊 这个实际上也挫到我们的痛去了 对吧 你可以看一看现在 对不对 这么多国家对中国关闭关口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疫情啊 但是呢 如果你有其他国家的绿卡或者是公民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那真的是想走就走 因为他这所有的限制都只限制的是中国人啊 对不对 那很多朋友说 哎呀 我也是被牵连的 对呀 你就是被牵连的 你被谁牵连的 就是被中共这个组织啊 对不对 他们在不停的在祸害这个中国大陆 对吧 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所以不要说 哎呀 我住在这儿好得很啊 对吧 岁月静好啊 对吧 但是一旦出事 你看到了吗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个 老是有人问说 为什么要移民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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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对不对 武汉肺炎期间 想走就走 对吧 你如果就是 一辈子待在这个粪坑里面 对吧 待在强谷 你想走哪都走不了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 我这句话呀 要送给大家 同时呢 我也希望啊 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广告词 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语言 去给 大家的这个家庭成员做思想工作 很多的朋友 也在跟我反应说 哎呀 我是想出来啊 但是这个家庭的拖累啊 他们这个思想转变不过来 对吧 那你就把这个鲜活的这个例子告诉他们 对不对 至少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不被震动之处了吧 对吧 80多个城市都被限制封闭管理了 对吧 那你的这个亲属再岁月静好再老残 他难道感受不到吗 对不对 所以呀 我觉得大家这个时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自己的亲属做工作 把思想统一起来 然后呢 迅速的行动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移民方案 抓紧时间行动 因为后面的时间窗口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总而言之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 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疫情会延续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每个人多多保重吧 好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